如果你居住的地方是很近警方發射催淚彈的地方 你當然一定要預先做好預防 關好窗 如果你說你家裡的窗都不是很能夠密封的 可能在窗邊窗戶那裡加一條心毛巾 把催淚彈的化學粉末融在你的心毛巾裡 不要再飄進你的屋 但記住之後再去接觸這條心毛巾 戴手套會比較穩陣 也有可能催淚氣體都會在你的冷氣系統裡殘留 如果想為你自己健康著想而你很擔心的話 經過這輪事件之後都要考慮一下怎樣清洗你的冷氣 如果有些衣服掛在這裡沾染了催淚氣體 基本上我們都是先做一些簡單的清洗 大量清水的清洗 但是如果你懷疑都有很嚴重的污染 要徹底清除這些化物質 是要有一個特定清洗的程序 不是一般人在家裡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市民那麼不幸運 你今天在街上逛過 剛剛警察射了催淚彈在你身邊 你覺得身上衣服的意味 你自己覺得你都洗過都不能太清除到 我都建議你要考慮搖上衣服 因為它可能都有相當數量依附在你的衣物那裡 馬醫生說高效能的空氣清新機 有可能清除到催淚煙的味道 和入面的分子 但是之後要清洗 如果你不徹底清洗空氣清新機裡面 篩了出來的化合物也會慢慢釋放 其實都是有害的 馬醫生說高藝人士要小心 特別是小孩子和孕婦 這些催淚煙當我們發射之後 它裡面的化學品的粉末慢慢向下沉 所以一個六呎高的市民 和一個兩呎高的小朋友 理論上兩呎高的小朋友 更加容易吸入到裡面的化學物質 小朋友和鷹鞋 因為它們的肺部體積和用量都是小一點 所以就算和我們吸入相同份量的化學物 對它們的影響也會大一點 最後一類人就是孕婦 所有化學物品我們都會擔心 會不會經過胎股去影響胎兒 如果你覺得自己是一個高位人士 尤其你是孕婦 我會建議 如果你居住的環境 附近有大量的催淚煙食 放了 可能我一兩天都盡量不在街上 有太多的酒洞 和做一些劇烈運動 因為你會吸入多一些這些化學物質